梦参老和尚 她想为什么我这么样贫困 人家那样富有 说我过去是没有供养 没有不失 我也没有这个力量来供养不失 现在可得到了 意外的 这是意外得到一枚金币 她怎么想的呢 她就到了卖油的油铺里头 把这个金币全部买成油 油店的老板 看见这个讨口子的女人 怎么会有个金币来买油 买油把这一个金币全部买油 有老板就问她说 你这么贫困 你攒着慢慢做你生活的制度吧 你何必全买了油 你不吃饭了 你光喝油啊 她说不是的 因为我过去没有供养三宝 也没有不失众生 所以我感到贫困的果报 我现在想买油 我把它拿去供养福 培植我的福报 未来就不再受穷了 老板说 你这样的发心很好 可是你打油 得拿个容器 不然我把油给你 倒到哪里去 她说 我穷得连坛子也没有 罐罐也没有 就只有刚才在路上捡的钱 老板就给她拿一个 她能够拿得动的一个罐子 说 好了 我给你装一罐子油 这个装油的工具 算我供养的 这个贫女到了佛前 把这所买的油 就填到佛灯 到那个灯里头去了 第二天白天的时候 到了白天 这个灯要熄灭 这天当值的直僧 就是灯主师 正是木坚连尊者当班 他是轮流着的 同时在这一天 波斯逆王也供养了许多车的油 就满了 到处都是供养的灯 很多了 有上千盏灯这样子 木坚连尊者早晨 就要把这灯要熄灭 别的灯都熄灭了 唯独这盏灯 皮女道游的这盏灯熄灭不了 木坚连是神通第一 因为他爱用神通 他就用神通力来灭 不但灭不了 那个灯的光芒确立大 在这个时间 佛就出来了 佛跟木坚连尊者说 你的神力没用处了 灭不了 供养由这个施主 教洁进尸 怎么教洁进尸呢 他用全部的家当 所有的财产买的油 这教洁进尸 倾其所有 我们拿他这一文钱买的油 跟那波斯逆王送来 那么多车油相比 波斯逆王的功德 没这个皮女供养 这一文钱的油功德大 这是佛说的 所以在我们要想求福德的话 我们多分是求解脱的 但是我们也求福德 在你回向的时候 你要特别的回向 回向的欲大 功德辗转增胜 不是那个物质多少 这是一般的物质供养 咱们念经的时候 咱们读普贤行愿品 大家都知道 法供养为罪 不论你念地藏经 念金刚经 念弥陀经 你念完了 你要加以回向 用普贤菩萨的回向愿 来加以回向 你那功德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功德了 你能够把你这个念经的功德 或者修行的功德 回向给现在苦难一切众生 那对你自己业障消失得很快 不想功德吗 那功德就大了 但是我们回向的不是世间 佛根地藏菩萨说 这个大多是求世间的果报 我们是求什么呢 我们回向得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成就佛果 我们懂得了 就依着这个道理 去做回向